在家里怎么养好一帆风顺呢? 大家好,我是一木 今天我会详细的教大家一帆风顺在家里应该怎么养 那一帆风顺也叫做白掌 它是一种广泛受到大家喜爱的花卉 就在于这种植物一般开白花 而且非常漂亮 养在家里它可以活很久 让人感觉生机勃勃的 但实际上许多人养一帆风顺却从来没有复花过 就是它花朵凋谢之后就不再开了 而且一天比一天黄叶子增多 怎么都养不好它 其实这都是因为不了解一帆风顺的习性所导致的 因此在这一堂课程当中 一木将会详细的解答一帆风顺这种植物各方面的习性 帮助大家养好它 接下来跟我一起来学习吧 那一帆风顺浇水的习性是怎样的呢? 那这个植物它是很怕积水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草花 你看它没有一个像木头一样的树 这种花叫草花 这种草花泡水就烂 所以我们给一帆风顺浇水之前 你最好用手提前去按压一下它的土壤 感受一下 如果按压土壤 发现土壤是非常湿漉漉的 潮湿的 那这种情况就不要浇水了 因为它有水你还浇水 非常容易导致它浪根死苗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的一帆风顺 养到大面积黄叶浪根死苗 就是因为你每次都没摸土 它明明有水你还浇水 长期以往它就会积水浪根了 理解吧 那什么时候要浇水呢? 很简单 当我们用手按压土壤 发现土壤非常干燥 那这种情况下 你就可以放心的给一帆风顺浇水了 理解吧 所以你采用这种方法去养护你的一帆风顺 那它永远都不会出现像积水浪根的问题了 因为你每次浇水前你都是摸了土的 确保它缺水 你才浇水 这就符合一帆风顺的生长习性 那一帆风顺啊 它是一个喜阳植物 还是喜阴植物呢? 在这里很多新手花友它都容易进入误区 以为一帆风顺非常的喜阴 很喜欢把它长期在室内养 一点阳光都见不到 其实我告诉大家这是严重错误的 一帆风顺这个花啊 它只是比较耐阴 但绝不代表它喜阴 你长期把它养到没有任何光线的室内呢 会导致它生长缓慢 黄叶以及难以复花 就是它的花朵开完之后很难再开了 这都是缺乏光照所引起的 实际上一帆风顺它是喜欢阳光的 你只有阳光充足它长得好啊 开花多年年都开花 没有阳光不开花 只不过呢一帆风顺它不耐剩下季节烈日的暴晒 所以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它遮阴 或者暂时搬到散射光的环境去躲避一下烈日 除此以外都要给它尽可能的多晒太阳 只有这样啊 你的一帆风顺呢 才能够每年都形成花芽 多开花 那一帆风顺它对施肥的技巧 施肥的习性是怎样的呢 我教下大家啊 在一帆风顺整个生长的季节啊 我们要使用两种肥料 第一种肥料呢 是醋花肥料啊 叫做磷酸二新甲 就是它 这个磷酸二新甲啊 它是一种高磷肥料 磷元素含量高就能诱导植物花芽迅速的风化 所以它可以使得你的一帆风顺呢 它开花更多啊 效果非常好 所以它一定要用 第二种肥料呢 叫做HB101啊 就是它 它是一种活力素 使用它之后可以打破植物的浆苗状态 促进植物细胞分裂 它可以让你的一帆风顺呢 根系茁壮 芽点更多 在生长的季节呢 这两个肥料我们需要混合来使用 那具体怎么用 我给您演示一下啊 施肥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准备一个盛水的容器 然后装上一千毫升的清水 接着呢 我们把磷酸二新甲这个肥料打开 取一个小勺子 然后呢 咬一勺 撒入一千毫升清水中 快速的搅拌均匀 让它溶解 溶解了差不多之后 我们紧接着在一千毫升清水里啊 滴入4滴的HB101 像这样 1滴2滴3滴4滴 好 滴完之后 我们再一次的搅拌 好的 让它搅拌均匀 两种肥料充分融合之后 我们在一帆风顺的生长季节呢 每隔半个月 给一帆风顺 像这样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每半个月浇灌一次 你连续使用之后 就会发现 你的一帆风顺生长速度会大大加快 叶片更加的翠绿 不容易黄叶 关键的是 开花的量会更多 花朵会更大 效果非常的明显 大家一定要学会使用 好 说完生长季节呢 我们再来讲一下非生长季节 就是冬天 冬天我们需要换一种肥料 换什么呢 换成它 羊粪肥 那为什么冬天咱们换羊粪肥呢 因为羊粪肥是一种有机肥 冬天使用的时候非常温和 不烧根不烧苗 而且可以给它的土壤 提供大量的营养和有机质 来改善土壤 防止土壤出现板结边硬的问题 那用法非常的简单 在冬天我们每隔一个月呢 取适当的这个羊粪呢 埋到它花盆边缘的土壤里就可以了 一个月埋一次就行 然后开春之后 再换回刚才那两种肥料 一年四季这么交替 笼换着来施肥 那你的一帆风顺呢 会长得非常好 开花非常好 接着我们来讲解一下 一帆风顺呢 它对透气性的要求啊 那一帆风顺这个植物啊 它整体上呢 对透气性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啊 当然它更喜欢通风开放的环境 这个当然是对的 如果你有开放式的环境养它 让通风的养它会更好 但如果你家里没有就是室内栽培啊 你就是封闭阳台栽培 通风性很差 它也是可以养的 懂吗 只要保证有充足的光照就可以了啊 所以啊 我们在封闭阳台养没问题 但是呢 我建议大家啊 一定要注意一个技巧 就是如果你养护的环境啊 通风性特别差呢 那么每次给一帆风顺浇完水之后 最好要开窗通风 半个小时以上 这样它花盆内的积水啊 它才蒸发的快 就不容易出现类似蒙根呢 或者浪根之类的问题了 那一帆风顺对土壤的要求 和换盆的技巧是怎样的呢 我们首先说一下土壤 我们家庭盆栽一帆风顺呢 要尽可能选择营养土来栽种 因为营养土啊 它是人工配置的土壤 比起普通的土呢 更加的疏松透气肥沃 除菌除虫又轻便 它不容易板结 养护起来呢 管理难度更小 所以我们家庭盆栽一帆风顺 尽量挑选营养土种 明白吗 那除了土壤土质的要求 我们还要学习到 一帆风顺呢 对土壤酸碱度的要求 那这种植物 它是洗酸的呢 还是洗碱的呢 我告诉大家 一帆风顺呢 是洗酸植物 我们在家庭一养它的时候呢 是不可以养到过碱的土壤里的 如果土壤碱性太强呢 会容易造成一帆风顺大量的黄叶 那怎么办呢 如果遇到碱性土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要学会定期给它的土壤 进行调酸 怎么调呢 我教下大家 我们在家里 准备一些硫酸亚铁就可以了 就是它 我们把这种硫酸亚铁呢 对水吸湿1000倍 然后每隔一个月 给一帆风顺的土壤浇灌一次 这样就可以让它的土 长年控制成 微酸性的土壤 这就符合一帆风顺的生长要求了 明白吗 这很重要 好 说完土壤 再来讲一下一帆风顺的换盆 那我们首先来说换盆的时机 就是什么时候换 首先呢 很多新手花友买回家 立马就换盆 这是严重错误的 因为刚买回的一帆风顺 它还没有适应你家的环境 这个时候换盆 会打乱它根系的生长节奏 导致它很难浮盆 所以一定要在家里养一段时间 让它适应家里的气候和环境 再考虑换盆的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如果你的一帆风顺 正在大量开花 我们这个时候 最好不要给它换盆 因为带花换盆 对植物损伤极大 要换盆 也等它的花朵 全部自然凋谢了 才考虑换盆 第三个时机呢 就是一定要等它的根系 长满了花盆 才能换盆 如果没有长 长满 就千万不要着急换 理解吧 这三个技巧都特别的重要 好 说完换盆的时机 我们再来讲两个具体换盆的技巧 第一个 换盆之前 观察一下你的一帆风顺 原来用什么土种的 你换盆尽量就选择同样的土 或者土质接近的土来换 这样呢 能迅速让它浮盆 第二个技巧啊 就是如果它原来的花盆很小 你换盆的时候 不能突然换一个超大的花盆 因为花盆如果换的太大 土壤太多 很容易蒙根浪根 所以我们家庭养花 并不是说花盆越大越好 懂吗 你花盆突然换的越大 是越容易出现积水死苗的现象呢 那一帆风顺的过冬席性是怎样的呢 我来教一下大家 一帆风顺呢 它是一种热带植物啊 整体上呢是比较怕冷的 所以它如果在低于10度的环境下呢 就容易冻伤了 长期低于5度就容易冻死它 因此在冬天养活的时候啊 我们需要在室内来保温 这是第一个养活的技巧 室内保温 那第二个技巧呢 就是我们在室内栽培的时候啊 需要给它加湿 因为冬天太干燥了啊 所以呢我们在家里呢 需要准备一个喷水壶 像这样 每天早晚啊 给它像这样喷雾加湿 早晨起床 喷一次 傍晚太阳落山 再喷一次 一天呢 至少要喷两次 这样呢 可以大大增强它 叶片周围的空气湿度 预防黄液干间和卷边的出现 那冬天的第三个技巧呢 就是需要减少它的浇水量 因为冬天气温低 它的代谢缓慢 噱水量会减少 如果这个时候你大量浇水啊 容易造成它根系冻伤和腐烂 所以冬天呢 我们一般等它的盆土干透啊 然后少量的给它补水就可以了 最后啊 再给大家科普一个技巧 就是关于一帆风顺的花朵 一帆风顺的花呢 它开一段时间本来是白花就变绿了 很多人都经常问我这个问题 我教下大家为什么会变绿 其实这是一帆风顺 它生长代谢的一个过程 它的花朵从白色到绿色到枯黄 是大自然的赋予的一个结果 所以到绿色的时候就是代表什么 它下一个阶段就要枯黄了 证明它的这个花朵呢 正在进行凋谢 所以你看到绿色了 就代表它的花朵快要凋谢了 其实呢就是这个原因 以上就是关于一帆风顺课程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一木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下方的课程 我们下堂课再见了